投資朋友圈 助理你的投資決定 歡迎回來 在視頻的另一端是楊威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 嘉賓見股環節 今天楊總為大家介紹的 這支個股是威猛2013 我們來聽一下楊總這次的解讀 威猛也算是去年的一個 這個漲勢非常猛的一個個股 大家應該都有所熟悉 是國內SARS的一個龍頭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推薦 還是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點我們對整個這個行業的 一個長期的一個走勢 還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SARS其實它不同意 其他的這種新經濟 基本上我們還是非常確定 它對未來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那第二點就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它的股價下跌實在是太厲害了 作為一個這個思域的龍頭 這個微信小程序 大家用的非常多 你會看到整個市場空間是非常大的 而且剛剛發佈的這個一季度 這個業績也非常棒 但是它股價其實還是 掉頭向下一直跌 我們覺得這個價格 對於它這個估值來講 相當來講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吸引力 所以在未來一個月的時間內 我們還是非常看好它這個股價的一個反彈 那其實我們看到其實它已經是連漲幾天了 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的話 會建議投資者去進行買入嗎 反彈幅度還是比較小的 相對來講 相對過去兩三個月它的跌幅來說 還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倒是建議大家其實可以參與一下 即便是這個市場短期內它的反彈幅度 並不是非常近人意 但中長期來講我們仍然覺得它作為SARS的一個龍頭股 它這個目前的地位還是不可動搖的 大家總是把它跟這個中國友戰來比 那其實大家也留意到 其實威猛它主要是依附於這個微信上面的一個SARS服務商 那騰訊也是它最大的一個投資人 所以整體來說對它目前來講對它的這個地位還是 包括業務來講還是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助力 但是快手和友戰的服務相對來講 它的合作關係並沒有非常的堅固 因為快手今年也開始做服役自己的這個SARS的這個服務商 也就是說友戰作為第三方的這個服務商 它以後的這個競爭可能不僅僅是內部的 可能還是來自於外部的 所以相對來講成長空間它跟這個微盟還是有一些差別的